貨櫃抵達丹麥港口 工作人員準備搬出貨品 當貨櫃的大門打開 所有人傻眼 買家下單買的貨品 是防疫用醫療手套 貨櫃裡裝的卻是排放整齊 堆高的灰白磚頭 出貨之後就開始陸續發生問題 五個貨櫃甚至被更換成了磚頭 豫陽採購審展開 買的和貨櫃裝的內容有出入 讓陳先生和合夥人氣架 十個貨櫃以美金付款 折合臺幣超過六千萬元 採購醫療手套爆出糾紛 扯出透過一名導演當中間人 導演妻子聲稱交給司法處理 投訴人還原事發經過 雙方透過群組聊天認識 遭指控的導演聲稱 認識馬來西亞手套工廠居中牽線 買家花大錢在馬來西亞工廠下訂單 將貨品送到丹麥的港口 打開貨櫃才發現買的和裝的不一樣 五個貨櫃中醫療手套變磚頭 貨了五十萬公斤 給這個書信男子 那最後被案發現 照照片已經調查以後 將這個犯嫌 書信男子 依詐級罪嫌 依請新北地檢署偵辦 警方證實接獲報案 採購醫療手套是否真實 一場騙局交給司法釐清 三列新聞網上與翁衛文 台南報導